俄羅斯總統普京29號表示 他與美國總統特朗普28號舉行的會晤 非常務實 雙方討論了感興趣的所有問題 普京說他和特朗普討論了兩國經濟關係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敘利亞問題和克斥海峽事件等 普京表示 當前俄美經濟關係並不令人滿意 但美國商界依然對發展俄美經貿關係抱有興趣 兩國元首同意讓兩國商界人士組建相應機構 研究俄美經貿發展前景問題 針對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將於2021年到期問題 普京介紹說 他與特朗普已經分別指示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磋商與該條約有關的多個問題 現在談論會否延長該條約有效期為時尚早 普京介紹 雙方在會晤時還提及克斥海峽事件 俄方向美方解釋了該事件的原委 據報導 去年11月 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克斥海峽事件 特朗普隨後取消了 原定在阿根廷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 舉行的美俄元首會晤 另據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28號透露 普京邀請特朗普明年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75周年紀念活動